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分享这个见证比较特别 我认识一个加拿大的家庭,不是我认识的 是我的朋友告诉我,几年前发出一个代讨的事项 有一个很爱主的家庭,年轻的夫妇 有一个儿子三个女儿,是小朋友 那儿子出了事,意外突破了头 那头一路都不好,慢慢就要插头,不能动,坐轮椅 我发出这个代讨的要求,我就去祈祷 我祈祷在我自己的教会聚会之后,散会的时候 我就看到楼下有个板,写着他的名字 那个小朋友叫做青神,那个板就写着青神,青神,青神 整个板都写着青神,为什么我回到这家教会这么多年 没有看到这个板,现在看到这个板就觉得很奇怪 那我就拍了一张照片,就托我朋友 送给青神那个妈妈,那个妈妈看了很安慰 她在那儿哭,她说, there is a banner in Hong Kong, raised for 青神 意思就是在香港,有一个板,为青神树立了,上帝没有忘记他 忘记在釜南中的青神,然后呢,青神那个伤势一路不好 一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头越来越严重 那直情呢,就插在后面了植物人 那有一天,我很伤心,我很伤心 我为他祷告,神就让我见到异象 那异象里面,青神跟很多小朋友一起 在清草地上,在一个很漂亮的清草地上 跟主耶稣一起玩得很开心 很多很多小孩子,主耶稣站在那儿跟他们玩 那他们围着主耶稣玩,主耶稣都很开心 哦,主耶稣见到那些小孩子,开心 他也很开心哦 那,青神在我意象中见到的他 走得走得,笑又跳,那 哇,我很安慰啊,在现实中 他直接是要躺在床的了,是植物人 但原来他跟主耶稣一起的时候 他走得走得,跳得,我直接在他意象里面 我听到他的笑声,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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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笑 我心得到很大的安慰 在那个地方 那些很多小孩子 和青神一样的大 和主耶稣一起玩,那个地方没有罪 所以那些小孩子不欺负人的 不会搞人,拔人,撞人 这样的 主耶稣就在那儿看着他们,怕他们跌倒 但是青神的病情 一路一路恶化 越来越严重 在2022年 11月 他过了身 他过了身,父母很伤心 很伤心 很伤心,很伤心,接受不了 极度他伤痛 因为这几年来 青神受了伤之后 他们没有放弃 用尽所有的方法 想医治他 就算他是植物人 都想他留在身边照顾他 但是他现在过了身 父母很伤心 我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也很伤心 我很伤心,我就去祈祷 祈祷里面 神日被我见到异象 异象就是 青神躺在棺墓里面 他父母在一边 他三个妹妹在一边 在那儿哭 他整家在那儿哭 青神已经躺在棺墓里面 但是我见到主耶稣来 抱走了青神 他在棺墓里面抱走了他 我就觉得 那么好 原来我们人过了身之后 主耶稣会来接我们 那我就跟我加拿大 那个姐妹说 我见到这个异象 青神被主耶稣抱走了 我见到那个棺墓 是这样的尖角的 白色的 我跟那个姐妹说 你留意一下 青神的安息礼拜 她的棺墓是否这样 是否真的我见到这样 因为我都想证实一下 我都想证实一下 我见到的 对不对 准不准确 那个姐妹就说 加拿大没有这些棺墓的 尖头白色很少 是啊 我在香港都很少见到 我没见过 我们去殯儀館 都是见到黄色的 是吧 圆的 不知道怎么形容 总之呢 尖头白色的 是没有见过的 那我就一路就等候 等候那个安息礼拜 到过了个几月之后 那姐妹发了一条片 给我看 那我就看到 在那个安息礼拜里面 清神的棺墓是白色的 是尖顶的 我心很得安慰 荣耀归给神 一个在地上 是没有指望的人 是这么可怜 这么凄凉的人 但他被主耶稣接走了 在他那几年 这个患难里面 神没有忘记他 第一次被我看到 那个板写着七次清神 第二次在他见证里面 我见到主耶稣 和他 还有很多其他小朋友 一直在那玩 主耶稣和他们玩得很开心 原来我们开心 神就开心 我们喜乐 上帝就安慰 第三次 我见到耶稣 在公路里抱走他 我心完全是得到安慰 因为 因为 见到耶稣的表情 他告诉我 清神现在身心灵 都是属于他 他识了世上的老苦 不用再受苦 他和耶稣在一起 我们经常听到很多贫死的见证 我没有识过 听到很多见证 就是 到身的时候 见到很干的隧道 很好听的声音 很漂亮的花 他就 他就引到他走出隧道 或者是他的灵魂灵体 我没有见过这些 但是我见到这个异象 非常宝贵 原来主耶稣会来接我们 有些朋友都是癌症的活期 我将这个见证 告诉他 他的安慰非常大 面对生死 生离死别 面对我们 不知的 去向的时候 有人告诉你 耶稣会来接你 这个安慰是非常之大 感谢神 他一直没有在我们患难里 离开我们 几次让我看到这个异象 他没有忘记清神 今天分享到这里 多谢大家 未经许的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